干什么的 我找你师父朴正义 我师父不见客 不管他愿不愿意 我都要见到他 虽然 我和李小龙 我们是好朋友 可是我希望 全美空手大打赛的冠军 还是我们美国人 当然 对李小龙 你要特别小心 我听说你把他打得 住了半个月的医院 对 有过这样的事情 不过 怎么说呢 这也是我一生里 最内疚的事情 为什么 李小龙在西雅图的时候 曾经真心诚意地 教山本刚夫 他自己研究的节全道 可是当时我 我却以小人之心 让山本刚夫 只教给李小龙 一些皮毛的功夫 李小龙 他教山本刚夫的时候 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 偷看 你知道李小龙 他把自己所有的绝招 都教给了山本刚夫 可我 却用李小龙的绝招 打伤了李小龙 我用这种方法打伤了一个真诚的人 你说我能不内疚啊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那好 来得爬开 那你告诉我 李小龙的特点是什么 李小龙 他技术非常全面 速度非常快 快得让人难以装甲 你要知道 李小龙 他曾经学过 有春拳 航冷拳 红拳 蓝拳 等许多拳术 李小龙他还学过 柔道 柔术 空手道 在这一基础上 他又创立了自己一套谋基术 这种新的拳术 叫截拳道 截拳道 是的 截拳道 说实在话 到现在我也没明白 什么叫截拳道 李小龙的拳法变化莫测 而且他的速度特别快 你根本就想象不出来 他速度快的 几乎超过了我所见过的 所有的拳手 我看你 我不太看重参赛的拳手 如果别的人说这个人怎么样 我都不会放在眼里 可是你怕开 你说他厉害 我就不敢小事了 那好你告诉我 李小龙有什么明显的入点 最明显的入点 就是 他没有高位踢腿的动作 所以 在格斗时 你不用担心 他会用腿 对你的头部发起攻击 那好 现在 你就是李小龙 我要看看 你跟他究竟学到了什么绝招 来吧 会 他 师父 朴大师失礼了 我听说 您参加过全美的空手道大赛 被尊为是跆拳道的天才 但据我所知 您还无法和劳力士抗亏 如果您想战胜劳力士 我们两个人 必须相互交流 切磋才行 你是何人 李小龙 李小龙 没错 李小龙 布鲁斯利 你是不是被风手道大师 埃迪帕克 打得吐血的那个李小龙 没错 正是本人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切磋交流 你现在小看我 我理解 你是鼎鼎大名的跆拳道天才 我李小龙 不过是一个无名之辈 可是 我跟你说 要是你跟我过招 不用三个回合 我就会让你躺在地上 师父 让我来教训教训他 你还有约 我去哪有 我去哪有 我去哪儿 你会作词 感觉 我去哪儿 那叫你 我让你躺在我的衣服上面 我让你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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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躺在一起